您好 欢迎收看1月1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台铁为了活化管有土地资产 特别和花莲县政府合作了一项 名为回篮双城的开发计划 预计要把花莲旧火车站和新站两块地开发成 结合商业和观光的新城市 14号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 期许透过计划推动来全面改善花莲新旧站的周边环境 也促进在地的产业繁荣发展 在台铁局长张振元与花莲县长学生会的 共同签署开发备忘录 台铁和花莲县府正式成为合作伙伴 未来将一起开发旧火车站与新站的程序规划 利用铁道经济创造不同资产开发 我们就有两个区块 一个就是现在的花莲站 一个是过去的花莲站 怎么样把这两个珍珠把它插亮起来 我们在去年其实前年底就开始规划 我们请在业团队来规划 我们希望这些片区能够逐步的发展 有它的一个主族跟特色的发展 这过程里面也跟县政府和地方去沟通 看看我们要创造的是 不是只有来点单方面的需求 我们要看看县政府的实证规划 也要看看民众的需求 今天要开始正式来将我们的MOU对望路 把它签订 让整个东台湾观光的门户开始启动 而当然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能够跟铁路局一起来协力合作 让双城计划 无论是老城区我们的火车站 火车站 回来火车站计划 以及我们的回来新空城计划 两城的计划 让它产生不同的连带效益 以及将两个的新区往南往北 乃至于到海边太平洋把它扩大 我们更希望两个单位的合作 能够让我们的共融共好以及互信 还有增加我们所有的商业繁荣发展 以及来到花莲成为大家一个新生活的产业链 台铁局以3D影片概念简报说明 回来双城开发计划的内容 一处位在花莲火车站以及周边土地 面积大约是23公顷 另一处则位在花莲东大门夜市以及周边土地 面积大约有18公顷 两处的面积总计超过40公顷 是全台规模最大的开发案 双方期盼透过新旧车站地区的整体规划 落实地方发展需求 共创花莲的新风貌 让县民县府以及台铁局三营的局面 记者刘明胜花莲市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